没到东门老街就算没来过深圳 可见这条步行街在深圳商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明清时期这里叫深圳区 深圳在这里起步迅速发展成为了深圳市 1993年深圳成为内地与香港的交通门户 这里因为靠近罗湖口岸很快就发展成热闹的市场 在99年之前整个东门你一看去都是乱百卖 随随便便每个人哪个铁价就可以出来在街上卖东西 那个年代 跟现在的整个东门步行街的高楼林立是天然之别的 经过改造之后99年那一年开业 一开业整个东门就荒难一新 改造后的东门老街生猫活跃客流有动 直到今天东门步行街的客流量保持在30万人次左右 春节元旦客流量最高可以达到88万人次 东门老街非常接地气 这里不仅有专业服装市场 还有大型百货 陶瓷世界 手机城 严镜专卖 东门书城 东门鞋城 国际小商品中间 美容美发用品市场 这里商业液态齐全 商品连郎满目 而且价格也相当千年 这也许就是他商业经久不衰的秘密和魅力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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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